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就是不考试 唯一的考过一次案例啊 也在第三小节啊 是14年教材这个刚改版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流程图 考了一次 后来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本身这两小节写的也很短啊 一些要点大家把它掌握了就够了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顺列导牌收集系统施工主要有导牌层摊铺 就卵石层 收集花馆连接 收集取码器等过程 准确的说是 先做收集取 就是这个勾啊 收集取码器 然后呢 连花馆 对吧 或者说花馆施工 然后是上面统一的导牌层摊铺 就是铺卵石层 当然了 人家也没说是按这个顺序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它排序的话呢 应该是从后面开始 后面第一部分 卵石力量的运送和布料 这部分呢 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防身膜 塑料膜已经做好了 上面还有铺卵石 那么要防止把下面塑料膜给压坏了 所以有这么多的要求 其实在前面 防身膜施工要求的时候 也谈到过一部分 我们来看第一段 卵石力量运送 使用小吨位 载重五吨以内的自卸汽车 不能够使用大吨位的 不然上来就把这个什么 防身膜压坏了 将卵石力量 直接运送到一摊铺的膜上 根据工作面宽度 事先计算每一段面的卸料车数 按计算数量卸料 避免超卸或少卸 还有后面 运料车行进路线的防身层上 加铺 这个还是要知道 加铺不少于两层的 同规格土工布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后面说的很清楚 加强对防身层的保护 还有对运料车行驶的要求 运料车在防身层上行驶时 缓慢行进 不得急停急起 后面写的直进直退 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料车在运料卸料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一头进一头出 就是一头进一头出 不走回头路 不然的话 你这儿卸料 卵石都已经铺上去了 你的车轮在上面一压 那肯定把下面的防身层给戳破了 对吧 有固定的入口和固定的出口 一般情况下 直进直退 到了一定地点之后 卸一部分 然后再往前走 再往前开 行驶路线不能重复 如果说是场地比较平整 也可以是S型 但是不管怎样 行驶的路线不能重复 就是对防身层的保护 所以他写直进直退 其实有点问题 还有要有专人指挥 驾驶员要听从指挥人员的指挥 那当然了 你靠这个缺卸料的话 随后是不是要有人工 再把这个料分一分啊 并且呢 我们这种卸料方法 它不可能很均匀啊 有的地方可能多一些啊 都是人工把它什么 分在其他地方 如果个别地方不够的话呢 也是人工进行什么 再把其他的料呢 再给转运过来啊 一般用的都是什么 小型的机具啊 手推车之类的 后面 运料车驶入 驶出防身层前 专人将车辆行驶方向 防身层上减落的卵石 清扫干净 这个看看就行了 以免车轮碾压卵石 损伤或者损坏防身层 而后面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导排层收集取码器啊 就这个玩意儿 呃 这个呢 书上写了四段啊 写了四段啊 第一句话 啊 这个要知道 导排层摊铺 收集取码器 要用什么 人工施工啊 要采用人工施工 而不是机械啊 也就是还是保护下面 防身层的意思 其中他第三条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所以咱们讲一点 没说 就是说 对于富裕或缺少卵石的区域 采用什么 采用人工运出 或补齐 一般都是小型的机械设备 对吧 他最后一句话还写了 使用的金属工具 尽量避免与防身层接触 就是说咱们前面 HDP模式工的时候 不是说过 他那个推车 这个腿还要什么 用布包住是吧 防止 用布包住是吧 对防身层的保护 前面你知道了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就不用再看了 而第三部分 收集花管连接 收集花管连接呢 他写的这个工序啊 写的这个工序呢 其实就是咱们热绒 塑料管热绒 没别的 大概去浏览一下 清洁管口 相当于把管口部分 他那个氧化皮给割掉 然后呢 调整修平管口 加热板吸热 或者加热板加热 然后呢 吸热 管材吸热 然后呢 加热板取出 加压对接 保压冷却 然后呢 完成 大概其实这个步骤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我就说的快一些 咱们教材的内容呢 写了五个阶段 还有一个流程 对于每一个流程的步骤呢 还写了详细的要求 这个详细的要求呢 就不建议大家看了 或者说不太推荐看 这并不是规范里面的 还有一个 那年考试的时候呢 考的是这个流程啊 考的是这个流程 文字性的部分 它的工序呢 和这个流程图不太一致啊 它不太一致 所以我只建议大家呢 就知道这五个阶段 预热阶段 加热板加热 然后吸热阶段 然后 加热板取出阶段 这个其实写得很勉强 加热板取出 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过程啊 对接阶段 咱们书上这么写了 我们也不抬杠 对吧 我们就按这个掌握 对接阶段 还有冷却阶段 以及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呢 在2014年考官吏 我觉得还有再考的可能性啊 先是焊基状态调试 然后呢 准备就位 对症检查 然后预热 尤其是这几个 预热 加热 或加温融化 然后呢 加压对接 当然了 它也可以什么 取出加热板 加压对接 也可以 最后呢 保压冷却 后面这几个 还是要求大家知道的 至于说详细的 他说这个什么 管头怎么切啊 写了一堆的数是吧 这个就不太建议看了 不太建议看了 而后面 施工控制要点 这里挑几个啊 挑几个 有一些呢 要求大家知道 还有一些呢 不推荐看 我们来看第一条 填柱倒排层卵石 亦采用小于五吨的 跟前面一样 重复的 对吧 后面采用不同的行车路线 环形前进 看场地的情况 看场地的情况 反正行车路线不能相同 要么是环形前进 S型 对吧 要是场地比较小 比如说山谷啊 你直线也可以 间隔几米堆料就 看看就行了 还避免压翻基底 说随铺膜 随铺倒排层 这个也不一定 当然了 咱们这个填埋厂呢 也可以 比如说啊 它的这个GGL啊 HDP膜啊 包括上面的倒排层是吧 也可以采用流水施工啊 也行 还有第二条 第二条居年 居然有一年考过 选择题啊 我觉得不会再考试了 倒排层绿料要过筛啊 这是卵石啊 要过筛 利静满足设计要求 倒排层所用的卵石 碳酸钙含量 必须小于10%啊 好吧 防止年久钙化 是倒排层板结 那么它就伸不下去了 那伸不下去了 就要往旁边漏 对吧 造成填埋区的侧漏 后面第七条 设定工人行走路线 防止反复踩踏HDP膜 其中施工的操作 我们在前面 HDP膜里面 是不是也给大家介绍过 比如说你不能用打火机啊 对吧 不能够用油类的一些物品啊 不能穿高跟鞋啊 等等这些啊 当然也不能抽烟啊 都是保护下面的什么 土工膜 这些呢 比较短啊 就要求大家这么多 我们来看第四小节 第四小节呢 也很短啊 几个点啊 就推荐几个点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段的第二句话 封闭型垃圾填埋厂 是目前我国通行的填埋类型 也就是说呢 咱们国家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采用填埋的处理方法啊 都是采用填埋的处理方法 垃圾填埋厂的选址 设计 施工 运行都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 有一年实在没地考了 就还这个还考试了 难道说我要求大家把这个也背一下 不可能的 所以看看看懂了就行了 看懂了就行了 这也是我们今年21版课程 与其他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呢 我带大家看看 只要求大家看懂 第一部分垃圾填埋厂的选址与保护 基本规定第一条 垃圾填埋厂使用期限长 达十年以上啊 后面就甭看了 就是说选址要慎重啊 选址要慎重 虽然我们说不能够往下渗浪 但是还要考虑风险 对不对 第二条呢 很久以前考过选择 填埋厂的选址应考虑什么 地质结构 地理水纹 运据 什么垃圾是从市区拉过来的 对吧 还有风向等因素 位置选择好 直接体现在投资成本和社会环境效益 那么如果说第二条 以前考过试 那么第三条和第二条是一样的 填埋厂的选址符合什么 规划的要求 那必须的 你规划不同意 你怎么没事干啊 符合当地大气污染防治 水资源保护 还有自然保护等环保的要求 这个呢 我觉得是跟前面是 从 重要程度来说是一样的 所以还是要求大家知道的 那么后面第二部分 标准要求 填埋厂要远离饮水源 一旦出现渗漏 污染很严重 对吧 少占粮田 尽量利用荒地和当地的地形 一般荒地啊 或者说山谷啊 一般选择在远离居民区的位置 后面他写了 填埋库区与敞开市渗利业处理区 这两个 他的边界距居民居住区 或人处供水点的卫生防律距离 大于等于500米啊 这个距离呢 其实是一个很低的要求 实际上我们在填埋厂选址的时候呢 都会选的很远啊 都会选的比较远啊 因为安全啊 第二条考过好多次啊 就说这个填埋厂啊 虽然说你是堆一部分垃圾之后呢 对吧 然后呢堆土把它封上 然后呢再堆垃圾 再用土封上 但是呢 污尔比较大 污尔比较大 准确的说就比较臭啊 所以啊 生化垃圾填培厂应设在什么 夏季主导 夏季污尔最大 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这个要知道 夏风向 也就是说 那么咱们国家大部分情况下 夏天都是东南风 对吧 那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一个垃圾填培厂 您觉得是在放在东南 还是放在西北 是不是放在西北啊 对不对 因为于地下水贫乏地区 环境保护目标区域的地下水流向的下游 后面第三条和第四条就不建议大家看了 不建议大家看了 再往后面 第三部分写了 不得建在夏列区 这个呢 还是那个 我就带着大家看前面几条就行了 第一个 地下水集中供用水源地 及补给区啊 这个一看就知道 万一渗漏的话 那水源污染啊 水资源保护区 还有水源或者水源保护区 第二个 洪范区泄洪道啊 等到夏天这个地方要泄洪 你弄个垃圾填培厂 那不可能的 一下子把它冲了 后面 填培库区散开 顺利液处理区 边界 距居民居住区 或人畜供水点 卫生防御距离在500米以内的地区 这个又写一遍 还有 就是不能够什么 离什么 居民居住区 供水点太近 填培库区与顺利液处理区 距离河流湖泊 50米以内 连水都很低 还有第五个 填培库区与顺利液处理区 边界距离民用机场 三公里以内 因为垃圾填培厂呢 会招揽比较多的鸟类 影响这个民航 影响飞机 鸟会撞飞机的 所以民用机场三公里以内 其他的 第六条写的是下面有矿 只不定哪天咱还得挖出来卖钱 第七条写的 动植物保护区 第八条写的古迹 风景区 第九条写的军事基地 这不用看了 我就说一下 真考这个 我们一眼都能看出 我们不看书都能看出来 所以我就把它删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相当于是咱们这个 教材的一个双双的扩展 双双的扩展 咱们书上涉及的很少 我就带着大家看看 也就是说 咱们一块看个一两遍就行了 我判断了 这部分考的可能性比较小 时间紧的同学呢 这部分我建议您不看也行 我们来看 所谓的有关规范规定 封闭型垃圾填埋场的设计概念是 要求严格限制 渗利液渗入地下水中 严格限制 是吧 并不是说 一滴都不能渗 那是不可能的 满足咱们的要求就行了 将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的污染 减小到最低限度 还有有关规范规定 填埋场必须进行防渗处理 防止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 同时还应防止地下水进入填埋区 他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说了两个啊 其实就是我们填埋场呢 还应该有什么 雨水啊 雨水收集及排放系统 就像咱们路上的雨水管一样 它是不是雨水收集及排放系统 对不对 其实在咱们的基础层下面啊 很多填埋场还做了芒沟啊 也是雨水或者地下水的什么 倒排系统 就是说 夏天下雨的时候 有可能地下水位会升高啊 那么地下水位高的话 这个水呢 有可能会反渗到咱们的填埋场里面啊 对吧 所以他说防止地下水进入填埋区 那么我们在GCL下面基础层里面 做一下芒沟啊 有组织的把这些地下水呢 进行什么 倒排 防止它反渗进入填埋区 这个咱们书上写的就太少了 就在这提了一丢丢啊 我就简单说一说 您大概听一听就可以了 后面填埋场内应铺设 一到两层的防渗层 安装渗利液收集系统 设置雨水和地下水的 设置雨水和地下水的排水系统 你不然的话 夏天下大雨 对吧 这个 雨水排不及的话 也都渗到垃圾里面 渗利液量大 也有可能引起什么 渗入量变大 地下水的排水系统 我刚才已经说了 甚至在封场时 用不透水材料 封闭整个填埋场 还有后面啊 后面就 说几个 简单看看 发达国家的相关技术规范 对防渗做了十分明确的规定 填埋场必须采用水瓶防渗 其实就是防渗膜 并且生活垃圾填埋场 必须采用 HDP模和黏土矿物 相结合的 符合防渗 就是说 咱们大部分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是什么 HDP模加什么 GCL 这个符合防渗 那上面那个同步 其实是 没有防渗的功能啊 它就是一个保护层的意思 对吧 当然它也算作 我们防渗系统一部分 也可以 少数情况下 下面GCL不做 后面 填埋场必须进行防渗处理 防止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 又来了 同时还用防止地下水进入填埋场 这 怎么前面写完又前一遍啊 喝多了 还有填埋场必须设 有效的渗列收集系统 和采取有效的渗列处理措施啊 严防渗列污染环境 最后看一下 填埋场最后一句话 填埋物中严禁混入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 因为我们的填埋场 它不是一点都不漏的 它实事求是 它不是一点都不漏的 只要它的 渗热情况符合咱们的要求 就可以了 好了 垃圾填埋部分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啊 这一节的后面呢 我配了一些选择题啊 供大家练习 欢迎添加微信 1852291167啊 我们欢迎每一位学员 都和我们一起交流啊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啊 这次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